如果让你长期生活地下6英尺,或者是地下更深处,你的反应是什么呢? 或许这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,但是如果现在说,如果有机会可以到火星上生活,但是必须生活在底下,那么,你是不是可以接受呢? 最近美国著名的SpaceX的首席运营官格温尼·肖特雷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未来的某个世间,人类可以到火星上生活,但是前提条件,是人类只能生活在火星的表面之下。 格温尼·肖特雷表示,他觉得Boring公司不许可以为人类,提供在火星上的居住场所,但是必须是在火星表面之下挖掘地下隧道。 他发表这一看法的依据,则是马斯克在之前,也曾经提到了使用Boring公司的技术。 在2010年7月份,马斯克的参加火星空结站也把讨论会的时候声称,在必要的条件之下,可以建造一座地下城,长期生活在底下,但是也会有到地表活动的可能性。 如果想要在火星表面之下建造地下城,那么是需要正确的钻探技术。 如今,两家公司已经有了一些合作项目,比如说在地球范围内进行人类运送任务,或许在未来Boring公司将会和SpaceX公司可能会联手进行开空殖民计划。 把火星上去居住,为什么要是在地下生活呢?为什么在火星表面生活的可能性如此小呢? 能在火星表面生活也将是非常酷的一件事情,但是它或许可能危及人的生命,由于火星大气层更加的稀薄,另外火星没有磁场,因此火星表面的宇宙辐射量将会是非常大的,长期的在火星表面上生活,可能会导致很多的健康问题,想要到火星支柱而不受到强烈辐射的影响。 在众多解决方案当中,只有在火星表面之下,挖掘地下隧道更精细,更适用,如果让你选择的话,或许在哪里居住,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,关系着人类的身体健康,才是最重要的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